在研制调试新产品时 制造样机或生产批量小的产品时 对发生故障的设备进行修理时 都需要使用电烙铁进行手工焊接 即使是在采用自动焊接设备的生产企业里 也离不开手工焊接 电烙铁把电能转换成用于焊接的热能 它是传统的焊接工具 现在还在广泛使用 自动恒温电烙铁的温度是恒定的 采取了很好的防静电措施 适合焊接高内阻、低耐压的元器件 内热式电烙铁是现在最常用的手工焊接工具 它的发热元件装在烙铁头内部 烙铁头是用紫铜材料制成的 可以根据焊接对象选择不同形状的烙铁头 或者根据焊接的需要对烙铁头进行修整 对烙铁头的一般要求是 尖端表面光亮 没有不能挂锡的氧化层 尖端的直径不大于印制电路板上焊盘的直径 在使用过程中 因为受热和注焊剂的氧化作用 烙铁头的尖端可能被氧化锈时 不挂锡的烙铁尖不能用来焊接 这时就必须对烙铁尖进行清洁和修整 除去锈时 近年来有一种长寿命电烙铁已经广泛使用 看起来它和普通电烙铁没有太大差别 但它的烙铁尖端被伸渡了一层铁镍合金 铁镍合金保护烙铁头不容易在高温下产生氧化锈时 所以不需要修整 烙铁尖脏了 只需要在烙铁架上浸水的纤维棉上仔细擦拭干净 使用长寿命电烙铁 应该注意保护烙铁尖 假如表面的铁镍合金层被硬物磨损破坏 烙铁尖就会从破坏的地方开始锈时 手工焊接使用的加新焊锡丝里已经包裹了活性铸焊剂 在焊接的时候 铸焊剂首先融化 并浸漫焊接部位 使氧化层被清除 有些初学者在学习焊接的时候 用烙铁头烫焊锡丝 把融化的焊锡搬运到焊点上 这是不正确的操作方法 焊锡丝里的助焊剂受到高热 很快就会失去帮助焊接的能力 变成残渣 用失去助焊剂的焊锡去焊接焊点 质量必然下降 现在开始焊接 要随时清除电烙铁尖端的氧化物和焊料的残渣 刚开始学习焊接时 动作可以放慢一些 心中莫属 一 二 是电烙铁预热焊接对象的时间 送进焊锡丝 再莫属 三 四 是焊料融化 浸润的焊接时间 用泡面图再清楚的演示一下 焊接过程 烙铁尖先送到焊接处 注意让烙铁尖同时接触PCB焊盘和原件引线 把热量传送到焊接对象上 焊接部位被加热 焊盘和引线的镀锡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氧化层 这时送上焊料 焊盘和引线被融化了的注焊剂所禁湿 除掉焊接对象表面的氧化层 焊料在焊盘和引线的连接处形成锥状焊点 将连接处的情况放大后 可以看到焊料是牢牢的凝固在金属表面上的 金属表层被焊料稍微融化 形成理想的无缺陷的焊点 从焊点的形状观察焊接过程 也可以分辨出焊接质量的好坏 好的焊点表面光亮 说明焊接时间合适 锥形的焊点沿着焊接对象光滑过度 微微向内凹陷 说明焊锡用量合适 润湿良好 使用抽风机可以让焊点尽快凝固 使焊点增加强度 从撤去烙铁间到液态焊料完全凝固这段时间里 焊点不能受到任何震动 这样的焊点组织密时强度高 我们看一下手工焊接的焊点就可以知道 焊锡在没有完全凝固以前 是没有任何强度的 当这个焊点受到外力震动时 就会变得疏松 说明强度极低 焊点上的元气键和焊盘就会脱焊 这就是所谓冷焊点 也可以叫做虚焊点 这个焊点的焊锡还没有完全凝固 一经触动就成这样了 在焊接的时候 涂在母材表面的注焊剂 开始了清除母材表面氧化膜的反应 假如反应后的气体和残渣不能及时跑掉 被凝固的焊锡包在里面 就形成了加气加渣的缺陷 为电化学腐蚀提供了条件 元气垫引线和印制板焊盘的可焊性越差 加起加渣就越严重 人们发现 焊料虽然融化了 但并未浸润焊接部位 再把焊锡丝送到焊接部位 尽管融化的焊料很多 仍然没有浸润焊接对象的金属表面 焊料未被吸收 即使延长加热时间 焊料也无法浸润进去 这条导线的塑料绝缘皮已经收缩 看起来导线外表面上挂锡完好 但实际上没有吸收焊料 这是因为导线存放时间太长 金属线表面产生了可焊性很差的氧化膜 怎样判断焊接部位的可焊性呢 这里演示的是焊接好坏的对比 右边焊的不好 左边焊的好 从焊料的融化状况就能看出焊接的好坏 右边不好的焊接生成焊珠 左边好的焊接形成锥状的焊点 现在看一看焊接部位的铺面 左边是好的 形成锥状焊点 右边是差的 形成焊珠 焊珠处在焊接对象的中间 氧化层阻止了注焊剂的浸润 因而不能形成牢固的连接 相反 左边的焊接部位形成的锥状焊点 则是焊盘和引线通过焊料牢牢连接在一起的标志 从焊料的融化状态可以判断可焊性 这里融化了的焊料几乎直立的堆积在焊接部位上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由于焊料没有润湿 也就无法进一步铺展 焊接的质量就差 焊接对象的可焊性不符合要求 就不能形成润湿 红线表示未被润湿的氧化层阻碍了焊料 焊盘和引线之间的牢固连接 这样的焊接部位必然成为冷焊点 这里演示的是另一种有缺陷的焊接过程 焊料融化了 但导线未被润湿 结果形成焊珠 焊珠和导线之间是分离的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更清楚 即使有注焊剂也不能形成焊接 导线未接收焊料 重复一下焊接过程 焊料虽然融化 但润湿很差 这种焊接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完好无损 用铺面图描述导线和焊片 白线只是的 渡溪层的一些部位太薄 以致形成一个难以辨认的中间层 焊料无法融化这一中间层 但又与中间层外部的锡连接在一起 红线指示的中间层是不可焊的 结果导线 焊料和焊片 只是部分的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不可靠的焊接部位 尽管有时焊点外表看起来不错 但焊料融化的不好是不可靠的 为了保证焊点质量 还必须注意元气件引线的标准化 以及印制电路板孔的尺寸精度 孔与引线的配合间隙 间隙大 焊接的不合格率就高 印制板元件孔和插入孔中的引线 是有一定间隙的 这叫做配合间隙 合适的间隙是0.2到0.3毫米 间隙大 焊点的不合格率就增加 间隙小 焊点质量高 可是往板子上插装元气件困难 这个配合间隙还能起到另一个作用 在焊接双面印制电路板时 由于毛细作用 融化的焊料在焊接时能够被润湿 自动流到孔与引线的配合间隙里 对于双面板来说 引线与焊盘的电气连接 不仅发生在焊盘的上方 孔的配合间隙里的连接 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可见 合理的设计印制板 是提高焊接可靠性的重要条件 电工产品超负荷运行 可能会损坏某些元气件 对于已经损坏的元气件 必须从印制电路板上拆下来 在电路板的焊接面上找到相应的焊点 用电烙铁融化焊料 就能够把元件的引线从焊盘里拉出来 焊接部位应当加热到焊料恰好融化为止 拉出引线也要动作谨慎 加热时间太长 拉动过于猛烈 都会导致印制电路板上的焊盘脱落 这是一种简单的手动吸吸枪 手动吸吸枪内 压紧的弹簧在释放弹力的时候 带动活塞 产生抽吸作用 但焊料必须首先用电烙铁融化 才能被抽到吸吸枪里 现在很容易就能取下已经损坏的电阻 对于有很多条引线的集成电路 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拆焊和更换 这是一种电动拆焊设备 它的吸吸嘴通电加热 融化焊点上的焊料 内部装有一个电泵 电泵产生真空吸力 可以方便的吸掉焊点上的焊料 它比手动吸吸枪的性能更好 连双面印制板插线孔里的焊料也能吸掉 只有融化并吸走焊料 才能在不损坏印制电路板的情况下 从板上拆下元器件